原标题 并最具争议的一个作为悬殊一号人物 我们会在以后各章节中穿插介绍 宋江出场做的第一件事是私放朝干 第二件事便是怒杀情妇严婆媳 前者有损国家利益 后者触犯刑罚 看来宋江这个运程县小公务员 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忠义和震撼 第一印象给人留下的印记最深 这是常识 施奈安肯定不会不懂这点常识 他给宋江出场安排的头三件事 分别是私放朝干 包养情妇和暮杀情妇 这无论如何不像一个忠义且正派的好汉所为 施奈安如此安排 是不是表明他老人家对宋江也不怎么看好呢 宋江包养颜婆媳属于典型的公务员包养情妇 水谷里没有交代宋江有妻 既然宋江无妻就更不可能有妻 颜婆媳之于宋江只是一种包养与被包养关系 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婚姻 颜婆媳身体给了宋江 却连个名粉也没捞到 从这一点看 颜婆媳回大了 颜婆媳被宋江包养时只有十八岁 而宋江已三十五六岁 让正值花季的颜婆 媳真心喜欢宋江 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年龄相差 全书不说 宋江的外表也确实不讨女人 尤其是年轻女孩子喜欢 无端身材又黑了把鸡 女孩子会喜欢这样的男人 尽管书中也一再交代宋江是条好汉 很舒缠很仗义 心灵也很美 但这样的长处只能讨男人喜欢 对于不设江湖的女孩子来说 未必买账 从这一点看 颜婆媳又亏了 无论从哪方面比 颜婆媳嫁给宋江都很亏 无奈宋江毕竟花钱埋葬了他死去的父亲 算颜婆媳的恩公 况且颜婆媳的母亲很看好宋江 还请没人提了亲 尽管颜婆媳不情润 却还是嫁给了宋江 认命吧 恩公与老公不就一字之差吗 宋江与颜婆媳同居后 一开始还行 夜夜与婆媳一处歇目 日子依偿 宋江便有些吃不消 渐渐来得慢了 宋江为什么吃不消 吃不消什么 书上没有明确交代 给读者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对于宋江的这一变化 施奈安给出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即宋江是个好汉 只爱学史腔棒 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 在施奈安眼里好汉就应该使枪弄棒 就应该不尽女色 他笔下的一百单八将一个个似乎都是性冷淡 跟变态似的 这是什么逻辑 撇开水浒不谈 其他小说里的好汉都不似水浒这般不尽人情 刘备算不算好汉 关羽算不算好汉 秦雄算不算好汉 岳飞算不算好汉 这些人可都是有欺世的 并且生的孩子还都不少 言归正传 还说宋江与言婆夕 言婆夕对宋江不满意是肯定的 这事儿鸽水身上都不会满意 宋江的 同是张文远的出现 使言婆夕在爱情上 着实轰轰烈烈了一把 张文远人称张三 二十来岁 没清目秀的一个小男生 言婆夕十八九岁如花似玉 水灵灵的一个小女生 这两个倒也般配 两个青年男女时间不长就同居 对于头上这顶绿帽子 宋江采取了隐忍和克制的态度 自己不般配 干脆让别人去般配 这一点 宋江表现倒也大度 不知道在施奈安言里 这算不算好汉风度 宋江的大度并没有换来言婆夕的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宋江若来时 只把言语伤他 全部都懒他些个 言婆夕如何拿言语重伤宋江 无非就是说他黑 说他丑 说他老 说他成人之威等一类话罢了 骂人还不接短呢 宋亚思就这么点短处 被情妇这么一统自然不痛快 自此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激烈化 与张三交往时间长了 言婆夕开始对持久的幸福有了渴望 他开始寻找机会摆脱宋江 结 恕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份 与张三做正式夫妻 言婆夕并没有马上同宋江摊牌 毕竟是人家的 喝人家的 住人家的 磨了一脚把人家踹了 也不是那么回事 再说 言婆夕此时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 还得依赖人家宋江 所以 此时的言婆夕有那心没那胆 只寻找机会罢了 当言婆夕掌握了梁山给宋江来的书信后 言婆夕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他产生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宋江的想法 悲剧在于言婆夕当时太贪了 在解决宋江之前 还想在经济上重重凹他一笔 结果 双方矛盾空前计划 已不可调和 远无可忍 宋江动了刀子 言婆夕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愿望 永远破灭了 言婆夕的悲剧 其实也是宋江的悲剧 宋江从一个国家公务员陡然成了通缉犯 安稳富足的小康生活 再也不复存在 秦佛是用来包养的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包养 言宋江这样的人都被秦佛给毁了 谁能夸口能力比宋江还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而且有全面年时间 已经是无akis 有无憎于 全部 bundle 你变成了 其实他对你